看到没有 上面好多蜜蜂 我一来这个地方就 一大群的蜜蜂在围着这棵花转 这个花叫做地中海甲米 它的花期非常特殊 是在我们的音乐季开花以前 整个冬季在运累 然后在我们早春的时候 大概在过年期间就开始开花 一直持续性开到两个月左右 而且因为它是作为花灌木 所以它是非常皮实耐造的 不需要打药的 它其实也有病虫害 就在冬季的时候 冬过之后 你会发现它有那种叶斑 但是这个病 你可以称之为自信性疾病 你不用去管它 它自然会好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照样开花 然后这个花还具有那种 比较容易有牙虫的一个特质 如果你的花园里面 种了其他花 特别照牙虫 那你就种一颗它 因为它非常照牙虫 所以牙虫都照它了 就不照其他花了 然后这个花它群开效果非常好 而且照样也是可以 作为切花的一个存在 那也是在花锅目当中非常推荐的 因为它长势很快 我们送到这个花园里是一颗小的 大概种了一年多的时间 它就直接长得 大概比我还要高出很多了 有两米多的一个高度 然后整个官府呢 也是达到一个两米多 所以呢这个花儿 非常推荐给大家 酷酷的花园 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